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奇篇稿 陈淑文主持 教条与生命 有一个女人很不幸地嫁给一个残暴的老公 这个老公每天回家 如果不是对这个太太拳打脚踢 临来尽致地发誓一番 真的可以说太阳要从西面出来了 这个饱受灵弱的女子信了主之后 心里一直渴望能够得到拯救 不再去忍受身心的摧残 有一天 这位姊妹带着满身的伤痕 去到教会寻求帮助 传道人爱莫能在地回答她说 姐妹 为了令你灵魂得救 你还是回家吧 这位姊妹带着满身的绝望神情离开 她回家后 过了没多久 就有消息传来 就是说她被她老公嘔打 因为伤势过重 这样就死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 不禁目定口呆 我不知道这位姊妹 是住在哪一个国家 也不知道各位传道人 信的是什么道 我只是觉得 这位可怜的姊妹 不单单没有得到释放和拯救 最后的绝望 可能比先前还要更加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 从来都不忍心见人受苦 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进入迦南期间 他不单止颁布法规 被人遵行 同时都划分了屠城的地界 被无辜的人 可以在那里得到庇护 生命得以保存 就算人是自己作业 招离管教的痛苦 神都满怀不忍地去呼唤人 离开罪业 免遭沉淪的厄运 到了主耶稣亲自降临的新约时代 他亲口说 我来是要使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在他短短三年的传道过程中 很多受苦的人 因着主耶稣施恩怜悯 而得到拯救、释放和医治 他的作为足以证明 神的确满有慈爱怜悯 更进一步的 神是因为了解人的处境 是如此绝望无助 所以藉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 他让所有信靠主名的人 都可以得到救赎的恩典 藉着他进入永生的国度 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 黑苦努力来到进入救恩和天国 只有主耶稣为人献上自己所成就的挽回祭 才有这样的功效 可惜 这个简单的真理 对于心底复杂的人来说 似乎容易到不能自信 当主耶稣在加利利一带 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那些带着敌对的态度来围栏他 不是其他人 正正是那些自为饱毒经书 奉守律法 用教条来标榜敬虔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在马帝福音第二十三章 马帝用了整张篇幅来记录 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评价 在第四节 主耶稣说 他们把难担的重担 捆起来各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第十五节 主耶稣又说 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走遍阳海陆地 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 却使他们作地獄之子 给你们还加配 我想士徒保罗 对于主耶稣所以有这么严厉的责备 一定是有很深刻的体会 想当初他是个怎样的人 但是一旦 他俯服在主耶稣面前 接受了恩信清义的救恩之后 他对真理的认识 终于突破了律法的教条和捆索 进入无比丰盛的真理生命里面 所以他在罗马书里面 讲到律法和恩典的时候 每一个单元都是非常精彩 在罗马书第二章 十三二十八和二十九节 保罗说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为义 乃是行律法清义 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 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 再负令不再负疑问 这人的清赞 不是从人来的 乃是从神来的 法利赛人为什么摆出一副 高不可攀的样子呢 不就是要得到人的清赞 为遵守律法的义 而尖尖自喜呢 听说 保罗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 每日都要遵守律法 多达六百一十三条 当人用律法教条 去取代神的时候 实际上 所崇拜的 不过是牛像 今天 有些基督徒 对真理的认识 更是脱离不开法利赛人的偏颇 无形中 就以为 行为的意来美化自己 甚至以为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恩 不够周全 必须用人自己 某式的方法 来确保救恩 如果人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来弥补罪的洪溝的话 主耶稣又何必忍受 十字架的灵欲和痛苦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 说得很透切 第六至十一节的经文 告诉我们 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显明了 靠着他舍命的补血 得清为义 免去神的愤怒 得与神和好 就要因为他 復活的生命而得救 在神面前 享受永生的福乐 又怎会有人 可以靠自己来完成的呢 因为世上 没有完全的人 连一个都没有 有一次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在圣保罗大教堂里面 听到一篇的讯息 听完之后 他就问身边的徐重就说了 一个人 在今生 有没有方法 可以确定得到永生呢 有个人回答就说了 女王闭下 据我的了解 是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确定永生的 这一段的对话 在新闻上面 披露了出来以后 被这个若汉汤生 John Townsend 看到了 有一位传道人 深深了解 熟灵的事 在众人眼中 他的确是一位 有生命的基督徒 若汉汤生 拿起筆上来 很谦卑地 写封信给女王 他说 尊贵的女王陛下 我双手战斗 然然内心 就充满了上帝的爱 由于我心知 一个人是可以 在今生 确定有永生的福分 所以我斗胆 要求女王陛下 阅读若汉福音 三章十六节 罗马书 第十章九至十节 这两段经文 使我可以确定 透过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已经得到 救恩的确据 若汉福音 第三章十六节 我相信 很多人都会背诵 那罗马书 第十章九至十节 又怎样说呢 经上话 你若口里 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清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当主耶稣 预备接受 摆在他面前的十字架的时候 他担心的 不是自己 如何承受 那个酷液的问题 他最牵挂的 还是门徒 在信仰方面的根基 所以 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主耶稣安慰门徒 告诉他们 他去的是 为门徒预备地方 等到一切都齐备了 主会回来 再接他们一起回天家 他虽然走了 但是圣灵保卫斯 却在信徒的生命里面 这样不是更明确的证据吗? 只不过 仇敌撒旦 总是利用各种因素 来破坏基督徒单纯的信仰 教会的根基 借着主耶稣基督立定之后 他无时无刻 不想分化离间 所以各种异端邪说 纷纷出拢 在马丁路德改教以前 敬虔的基督徒被蒙蔽 以为虎待自己 可以达到圣建的地步 然而 无论如何虎待自己 里面的思想 还是一样没有改造 幸好 马丁路德 重新发现了 恩信清义的真理 否则 人就会活在 最够感的核制的恐惧当中 真是不知道 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得到解脱 又回到最初我们所说的故事 你觉得我们应该 如何帮助那个不幸的姐妹呢 当然 我们应该为她代讨 但这样还是不够的 从现实的环境来说 她的性命 日日受到威胁 她需要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 作为避风港 她又需要专业人士 去帮助和辅导 更需要主内的肢体 去对她的格外关怀 从淑灵的教动来说 她需要明白 神的爱是完全的 神的救恩 是不需要再加添什么 她在神的眼中 是被看为宝贵 以赛亚书53章5节 讲到主耶稣的救恩 因他受的认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可惜在那个时候 偏差无论 令到她陷入悦境 无处可逃 你说了 是多令人痛心 今天有几多基督徒 信了主耶稣 但依然在偶像崇拜的陷阱中受困 愿我们多读 多思想神的话 进一步了解神的心意 我们信靠的是 为爱世人而写命的真神 除祂以外 别无拯救 祂的应许 也必然因为祂的信实 而全然应验 愿你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你天告 神是爱 祂救我 为我定十个 在各国 他身上霸血沙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他爱我 比开心 神是爱 他爱我 为我牺牲 若想 跟他脚步 不走错 让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 神是爱 神是爱 祂爱你 被天海告心 神是爱 祂赐你 敬美伤心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是爱 祂爱你 被天海告心 神是爱 祂爱我 把血伤 神是爱 祂赐你 敬美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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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爱 祂赐�무� 神开始跑 苑盐